最近总觉得腰酸疼 不知道是不是做得太糗了 也有可能是肾虚了 最近也会觉得挺累的吧 对对对 除了腰酸疼精神不好 记性还差 难道真是肾虚了 肾虚有什么功能啊 该怎么补啊 中医博大精神 苗董养生指南 请权威专家为我们全方位解读吧 一 中医认为肾有什么功能 大家好 我是妙妙 大家好 我是谭博 这个肾脏呢 大家可能就想到了 肾肯定就是足这个生殖功能 但是其实我知道肾在我们中医里面来说 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 在这个林兰密典论里面 肾为坐降之官 技巧出言 其实这个坐 比如说我们今天经常会听说 这里有一个手坐 就是手工嘛 作坊 所以坐降实际上是指的他的这个手足的这种运动的技巧的功能 所以他因为他股肾呢 足骨生髓 所以他主管的是骨头的这个 所以我们讲这个人手很灵巧 动作比较矫健 这个都是贵肾来管 就是骨头方 对 所以叫肾为坐降之官 技巧出言 技巧嘛 你像我们这个门工巧这样 在故宫博物院里面 藏了那么多 这个手工艺品 这个就是靠肾气比较强的人做出来的 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形象的比喻 也就是说肾它是足骨的这样一个功能 谭教授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肾足骨 再加上前面您也说了肝足骨 那其实在我们现代会想说 你要保护好你的骨骼关节 那从中医来讲 是不是就从养肝护肾可以来入手吗 是的 没错 这肝足骨肾足骨 然后呢 要求得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叫骨正筋柔 骨正筋柔 对 我们平常这个很多医院叫正骨医院 对不对 骨头它首先那个位置要正确 第二个呢 它的骨骼要坚硬 那么筋呢 就要比较柔韧才好 我们现在经常有很多人要去按摩 按摩 按摩会比较舒服 其实按着什么地方呢 是按着筋 能够按到骨的话是比较难的了 骨是按不进去的 所以这里边的筋骨之间的这种关系 它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问题呢 你可以去问一个小朋友 他也很少会出现筋骨的问题 但是你如果问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太太 老大爷 他可能就不一样了 五十岁以后 六十岁以后 他的肝腎的功能就出现了下降 肝血不足 肾筋不足 那么他的筋骨也会出现问题 所以其实五脏六腑 他们相互之间的影响 还是非常的密切的相互的去联系的 而且肝和肾还是一个什么关系呢 它是相生的关系 我们刚刚讲到五行说了 那水生木 就是水的是肾 木的是肝 它叫木水相生 就是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叫清华 叫水木清华 对不对 为什么叫水木清华 因为水能生木 这样出来长出来的那个草啊 各方面它就很漂亮 所以你这个养肝肾 它往往是在一起的 甚至有一些植物 有一些药材 它既能养肝又能养肾 比如像口气质 就是这样一个特别 所以我们总是说养肝互肾一起的 就是把它们联系在一起 其实就是丈夫学说里面 一些相互紧密联系的 其实中医就是通过这样子 一些表面的东西 去推导一个更大的一个系统 然后呢 如果大家像刚刚谭教授 都讲到的 身体出现了某些健康预警 那一定要注意起来 咱们啊平时如果说自己腰酸的话 就肯定会有人在旁边调喊说 你这是肾虚了 其实不只是腰酸 就是肾脏 它其实对我们整个人体的一个发育 肾虚 生殖以及智力这些方面的功能都有很重要的作用 那个谭教授啊 您能给大伙来讲一讲咱们中医里面所说的这个肾虚 其实它具体都有哪些症状表现吗 嗯 这个里面要讲起来确实它涵盖的任务很多 因为肾呢 主肠经 常有一身的原阴原阳 所以它和我们全身的很多地方都是有关联的 那比较直接的像刚才你讲的腰酸 为什么大家一说就会想到肾呢 其实它并不是开玩笑 我们中医里面讲叫腰为肾之斧 就是说我们这个肾是藏在这个腰的这个部位的 所以当出现肾虚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腰酸 但是中医里面的内容呢 并不是说唯一腰酸就会肾虚 这两个逻辑上面不是这样子的 但肾虚往往都有腰酸 而且除了腰酸呢 还有腿软 不单腿软呢 这个膝盖这个地方是最软的 我们平常讲腿软 其实感觉这个腿干嘛 它撑不住了 没有力气 所以在中药里面有一个药叫做牛膝 大家当膝盖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一般都会用这个牛膝 这个牛膝真的是会解决这个膝盖酸软的问题 所以它是一个 我们讲它是通过补肾来达到这样一个作用 所以我们腰以下的可以这样说 它的灵活程度跟肾都有关系 还记得我们讲过的这个 肾为坐降之官 技巧出烟 那么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我们的这些 运动员啊 它的肾气是相对会足一些的 是这样的一个功能 肾足骨髓这样的功能 所以除了腰酸以外 还有腿软 膝外酸软 没有力气的这种问题 还有它全身的这种状态 它感觉精力不足了 这个觉得很疲劳了 我们有时候会考虑 它除了一般的脾气虚以外 往往都有什么 脾肾两虚 肾气也虚 对对对 还有像这些老年人 慢性病比较多的 往往都逃不开 久病急肾 就是病的时间长了 我们就考虑怎么样 它的病很深 多半都已经伤及根本了 而我们医生的根本 先天之本就是肾 所以肾区的表现 它有可能是在肾的这个范围 也有可能在别的这个丈夫 所以很经常有这种疲劳感 精力不足 是的 其实也是肾虚的一个表现 那还有没有其他 就是除了刚刚讲的这种肢体上的 然后包括整个精气神上面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表现 其他的呢 我们讲肾主伸直 主管泌尿系统 所以我们一般讲伸直和泌尿 这两个为什么归塔管呢 都是在下胶的 我们中医里边分上中下三胶 下胶呢 肾它的这个与膀胱相表里 那么像我们这个女性的 什么子宫啊 这个卵巢啊 这样一些功能 其实在中医里边都是归属于这个肾的 那么像男性的 这些生殖的这一方的功能 它也是归于肾的 所以如果出现不孕不育 那往往就跟肾是有关系的 那么如果出现小便平瘦 或甚至小便排泄不畅 那么也可能都是有肾的关系 就是比如说您经常要 就是有些人会经常要上厕所啊 或者是晚上半夜起来 就是起来个两三次 可能也会跟肾虚这方面是相连续的 所以这个是从小便的方面 那咱们在中医里面啊 还有说肾主智 就是关于这个智就是智力 对吗 就是说它是不是跟智力的发育 其实也是息息相关的 它这个呢 就是跟古人已经认识到了 肾主 鼓生水 那么脑为水海 因为从解剖的角度 大脑和脊髓它是相通的 而且它的这个范围更大 所以呢 这个大脑的这个发育呢 它主管这个 其实我们也称之为原神之父 在中医里面 所以它这部分的功能 就和肾有关系 另外在黄帝内经里面讲到 肾长 意 记忆的意 不要左边那个树心旁 繁体的时候就是 一个树心旁 加一个意义的意 那么这个就是古代的 那个记忆的意 那么它就是 涉及到我们今天讲的 学习与记忆的功能 那你想 学习记忆功能比较强的 这种人智力肯定不会低 对吧 所以它这个跟圣 圣气是不是充圣 圣经是不是充圣 很有关系 所以说 如果大家平时总觉得 记性不太好 感觉学习有点 学习不进去了 那可能也要关注一下自己的肾脏的一个健康 没错 那在肾这个地方呢 其实我相信中医也一定有很多 很好的食疗 或者平时在生活中的一些 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一些 药室同名的方子 那不知道谭教授 您平时在行医问诊的时候 用诊的时候 您都是用一些哪些方子呢 那我们一般肾虚的重点就是两个方子 一个叫金盔肾气丸 一个叫六味地黄丸 而这两个方子很奇怪 只差两个药 就是说 我们平常专业叫 一个叫六味丸 一个叫八味丸 那么它实际上 从组成上来讲的话呢 八味丸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增加了肉贵和腹子 肉贵和腹子 对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样子来说 这个意思就是 六味地黄丸是补圣阴的 金盔肾气丸是补圣阳的 但是补圣阳的时候 要同时补圣阴 因为圣为水杖 它没有水的话呢 你这个火是点不起来的 因为古代人讲水 就好像我们点那个灯 古代人有点灯了 就是那个油就是水了 你有了这个油 我们再点那个灯 这个灯才会 旺 旺 对 所以古人讲这个道理就是 阴阳它是护根的 在圣这个地方就特别是如此 所以补圣的话 一定要补阴的同时 要照顾到圣阳的这个功能 您刚刚也讲到了 这个金盔肾气丸 是在六味地黄丸的基础上 再加上了这个腹子 还有肉贵 那它们那六味药是什么呢 它六味药 我们一般叫做三补 三蟹 也就是说六个药里边呢 并不全部都是补肾的 它是有三个是补的 有三个是蟹的 这种组成的方法是很特殊的 那么有补肾的熟地 补肝的叫做山猪鱼 补匹的叫山药 其实这三个呢 都有补肾的作用 只不过我给讲了有侧重点 另外还加上 芙苓 牡丹皮 牡丹皮 和折蟹 和折蟹 对 主要是蟹的 对 它是搭配在一起的 一般是熟地配折蟹 它是调节肾的 山药配芙苓 它调节脾的 那么山猪鱼配单脾 它调节肝的 那为什么补肾的药 那一般要把脾肝肾三个放在一起呢 这个就是古代质方的一个巧妙的地方 因为我们的丈夫之间 它是相互联通的 是相生的关系 所以这个时候呢 六位地方丸 再加上一个八位地方丸 基本上可以解决我们 遇到的这个 肾虚的大部分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在用药方子上面的一个建议 那我看啊 很多地区哦 尤其是沙漠地区 他们特别喜欢用木丛容 而且我发现现在身边的人 也开始在关注肉丛容 它被称为沙漠人生 所以我们也想听听那个谭教授 您觉得肉丛容在补肾的上面的这个作用 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之处 那肯定有特别了 这个它属于实际上肉丛容 刚开始被发现 它不是中原的药 所以古代有一句话叫 单方一味气死名医 也就是有些药材 它有它独特异禀的东西 比如说像这个肉丛容 它生长在沙漠的地方 但是它实际上它是一种肉质径 所以呢 它就能够吸收这种 比较干燥的地方的 那种地下的水分 所以它的相当于就有 我们肾肠筋的这么样一个 类似的这样的作用 可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肉丛容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温性的 它可以悠悠起到温序 温补肾羊的这样的作用 所以它和一般的温补肾羊 比如刚才我们讲到的 腹子和肉贵有不同 那个呢 好像干材烈火 它是烧的 那就是一大炮 而这个呢 既有阴又有阳 所以它实际上 有一点就是 双补阴阳 平补阴阳 而且能够温润 温和润是两方面 温是温阳 润是 滋阴的意思 所以这个肉丛容的话呢 用上以后呢 就是能够让人 盛气充盛 那它的这个 升值的功能 泌尿的功能 还有包括 它的排便的功能 能够比较从容 比较从容不破 对 所以说 刚刚您说的嘛 这个在补肾上面 中医还讲究这种 用补又同补同屑 对吗 三补三屑的这种方法 那像肉丛容呢 它本身自己就已经是 既能温补 还有不至于像干财烈火 那么猛烈 所以说在补肾这里呢 其实大家也应该是一种 平和为主 千万不要说 我一味的就想说 我大量的去进补 其实也要 顾虑一下我们身体的这种耐受性 不要出现这种 虚无受补 然后过于猛烈 导致身体出现一些 灾烈的情况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养生庙谈 也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也谢谢谭教授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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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